摄影师陈缺从事摄影创作有将近30年时间了 他特别以花莲独特的自然景观与抽象世界主题 在花莲市的回栏文创艺人教室举办了 花莲的骄傲新书分享会 希望带给现场所有人心灵上的满足与感动 陈缺老师从事摄影创作将近有30年 拍摄出无数的作品 日前特别挑选出金百夫与花莲相关的作品集结成册 以花莲独特的自然景观与抽象世界为主题 在花莲市回栏文创艺人教室举办花莲的骄傲新书分享记者会 花莲的好山好水成就我在摄影上的所有的荣耀 我想能够借我的第三个眼睛 就是镜头把我们花莲的好山好水 传递到世界上每一个角落 这是我今天要出版这本书的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每一张画每一张图都像生命 那每一张照片也都是如此 那也谢谢陈缺老师这30年为花莲付出的一切 那也可以让更多的不管是观光的客人 观光客或者是说我们外省市的朋友都能了解到花莲的美 陈缺引用花莲浑然天成的好山好水 创作出许多抽象摄影系列作品 更在国内外获奖无数 市长渭嘉燕表示希望透过活动与教学分享 让更多人可以试着利用手机相机把珍贵的画面记录下来 不仅是学习心得也是记录人生的过程 也让花莲成为摄影圣地 记者徐立琴 华联系报导